如果只买一个游戏设备 要求画面好 流畅 省心 一玩体验好 那我只推荐PS5 大家好 这是全几种之霸如何选的第二集 PS5对比PC Xbox Switch有哪些优缺点 我们先说优点 首先PS5的性价比很高 目前PS5国行光区版活动价3500 而且还带两年官方质保 第一集提到的那个入门级的电脑 还要3000块钱 而且只能玩1080p的分辨率 PS5能玩4K60帧和2K120帧 如果接4K分辨率支持高刷的大电视玩起来更爽 另外PS5的手柄体验是其他手柄无法比拟的 最近PS5还多了一个外设 那就是PSVR2 下面说第二个优点 那就是玩游戏省心 因为PS5没有盗版 游戏价格比较统一 不容易被骗 另外游戏的安装和设置 都很简单 它不像电脑玩游戏 需要玩家在帧率和画面之间做取舍 特别糟心 PS5游戏都是游戏开发商给优化好的 咱们玩家想调都调不了 特别省心 另外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 那就是很多新游戏 在刚发布的时候 PS5版本的优化比PC好得多 即便是大作也容易出现卡顿 吊针 闪退 之类的问题 有点港工的意思 最后一个优点 那就是PS5玩游戏的成本低 虽然PS5新游戏的定价比较贵 但是玩起来便宜 比如去年11月买的战神5的光盘 当时花了500块钱 那4个月过去了 现在还能卖400块钱 如果你是PS新玩家 不知道该玩什么游戏 可以花500块钱 买一个PSN港服的三档会员 一年之内可以唱玩很多会员库里的游戏 而且每个月还能领取三款游戏 也是会员才能玩的 另外港服商城的游戏还经常打折 有些老游戏才卖30多港币 像这种游戏机 它的迭代时间一般是7年左右 游戏机硬件的贬值速度也很慢 比如现在咱们花3500块钱买了个PS5国行光区版 那么三年以后你们猜大概能卖多少钱 欢迎写到评论区 我估计能卖到2000块钱左右 最后说说PS5的缺点 我买PS5一年多了 去官方售后免费换过两个手柄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电子异地 我买了三档会员 也买了几个新游戏 都是原价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玩 这不是凡尔赛是真的 我感觉可能和年龄有关 平常事很多 玩游戏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但是我很感谢PS5 在我想玩游戏的时候 它给了我一片净土 新所向往的地方 我估计有些同学注意到了 最近我换新桌子了 这是松能黑纱升降桌 M3E 之前那个桌子是宜家的 尺寸是1米6×80 现在这个是1米4×60 面积小了 但多了升降 你甭看它桌面变小了 但是桌子上的东西几乎都保留下来了 而且还多了一个XSS 放这么多东西也不显得拥挤 这要得益于我的优化了 另外桌面右上角还带了一个升降电源 我发现这个东西设计的很科学 我有很多设备需要供电 需要充电 它升起来之后桌上有四个插座 而且还有三个USB 下面还有两个插座 如果不需要还能隐藏 很方便 由于工作关系 我平时在桌前的时间特别长 我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但是现在坐久了可以站会儿 站久了呢再坐会儿 最后说一下 这个桌子的桌面挺有意思 它叫仿生鲨鱼板 手感很好 但开始我怕它容易挂坏了 每次移动物品都很小心 但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我发现这个桌面很耐磨 但这个桌面也有缺点 那就是这个黑色不耐脏 有一点灰尘就会很明显 我家除了灰尘之外 还有两只悬凤鹦鹉 它那个绒毛经常掉到这上面 但是还好 一吹一擦就掉了 很好清理 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他们 什么时候出个白色的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两集了 还剩下Xbox和Switch 那么游戏机的预三家和PC 你会怎么选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